我們準備出發去訓練 今天準備來去騎一下恢復騎 因為最近腳有點痠 然後我們等一下準備往B站沿的方向 那今天這一集啊,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最近很多人在影片中詢問 到底我平常拍攝的一些角度都怎麼設定 待會就分享給大家 就是我跟他踩一樣的回転速 但是他的力量比我大 剛跟上一個帥哥阿兜阿 直接被他拉爆 剛那個上坡都給我開 快350W 你們就是要來恢復騎的 被他踩一個差點爆掉 好 休息一下 我們今天要目標騎到 我們要騎去哪 第三眼 今天目標騎到第三眼 晚上 我剛看到的畫面呢 基本上就是由這個桿子 然後接上INTA360 ONE R的雙鏡頭模組來拍攝 那這個上面其實會有一個不穩定的狀態 它就會上下動 所以我們希望它可以頂住下面這個馬表座的地方 讓它有個支撐怎麼樣都不會斷掉 所以這是我設定前面的設定方式 那這畫面就可以做到像剛剛你們看到這樣 可以拍到前面也可以拍到我自己的畫面 像現在這樣抽車 那這些畫面就可以在前面這個角度可以去拿到 那像現在攝影師幫我拿這個 試拍的相機的部分 就是我平常自己拿來試拍的時候 會使用的視角 所以我平常都會用雙機來拍攝 你們現在所看到這些畫面啊 都是使用INTA360 ONE R來拍攝完成 像是之前去參加北高360 甚至是武嶺的挑戰影片 也都是這樣拍來的 但很可惜的是我現在的鏡頭有一點點磨到了 所以看起來會有一點點受損的情況 接下來就帶你們看一下用360 假裝是尾空拍吧 超漂亮的內湖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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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回到終點站 這邊是劍蘭路站 我們今天總共騎乘大約20公里左右 然後這一路下來 我們大概總爬升了400 所以也算是有一點點練到 而且我今天有點感冒 所以整個體能狀況是非常不好的 對了我現在有這個鏡頭是一吋感光元件的 所以在晚上看起來它的顆粒感會稍微好一點 OK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分享啦 我是你家人的Zeret 我們下期見 掰掰 然後再走 看起來 這樣就更不錯 我今天真的很無聊 你看起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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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然 謝謝